一台黑色轎车失控往前冲了过来 眼看就要撞到 站在骑了富人和小孩 车子先是撞到了一旁的柱子安护栏 让车子偏离原本的方向 富人反应也很快 赶紧抱着小孩躲开 躲过了一场危机 画面显向怀生 好像是车祸撞到东西 有东西飞出来的声音 发觉就有一台车子 轰撞进来那个骑楼底下 再看一次当时现场固定地上的 铁栏杆整个被撞歪 而摆放在柱子旁 禁止停车这样的红色围离 也整个被撞飞 疑似因为天人路滑 加上为了闪车 才会失控打滑 冲进骑楼里 还好旁边有这根柱子 让车子偏离原本冲撞的方向 而富人也在第一瞬间 赶紧抱起小孩往骑楼里躲 才没被撞上 车子跟富人小孩的距离 只有不到十公分 十分惊选 今天看到那个车速蛮快的 它就直接撞到那个路牌 之后又冲撞到骑楼的这些固然 回到西方现场 遭撞白铁燃杆还有红色 富人都还留在现场 当时富人带着小孩 站在骑楼等游览车 准备出门去玩 没想要却差点被车撞飞 惊险一瞬间 记者林中正 陈芷芳 桃园报道